嗨大家好我是酸 所以今天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在這個遊戲裡面你到底什麼時候要snap別人 那先說一下snap會做什麼 snap的話你會讓 雙方賭的這個宇宙魔方變得更多 也就是說假設一開始 遊戲都是各賭一顆宇宙魔方 你snap之後如果大家雙方都接受的話 那大家就會各賭兩顆 那他如果也snap的話 大家就會各賭四顆 那到最後一輪的話 雙方賭的這個宇宙魔方又會變多兩倍 所以原先是四顆就變八顆 兩顆就變四顆一顆就變兩顆 所以基本上snap的定義就在這邊 snap就我來看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讚的遊戲設計 因為他可以讓你 來衡量你要負擔多少風險 那當你的排運不好 場地不好 圈圈叉叉叉不好 敵人克制你什麼有了沒的的時候 你都可以撤退 那撤退也都的確可以 幫你降低你的損失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來避免厄運的遊戲設計 那這其實是很不錯很不錯的東西 這種東西大概我猜大部分人 就你如果沒有實際玩的話 你大概很難感受到在說什麼 那今天來進入 現在我們來進入今天的重點 你到底什麼時候該snap 就是什麼時候該 跟別人說 我要加注 我要提升籌碼 我們要賭更多的積分 那 如果有玩過得撲這類的遊戲的人的話 其實就 大概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要怎麼做 就是 就是當你的東西真的很不錯的時候 或是你想要炸虎別人的時候 那在 因為這並沒有賭真的錢 所以 你其實要炸虎別人 在這個遊戲裡面沒有那麼簡單 不過 其實 隨著遊戲的Meta漸漸轉變 大家漸漸知道哪些牌帶長什麼樣子之後 他們其實是有可能就是來 就是真的被炸虎到的啦 那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譬如說 當你的上氣要把對面一個大怪 要摧毀的時候 當你打出上氣來 然後有可能 可以 就是 假設他沒有突然打什麼東西 或是你一定可以把對面 因為你有先手 你一定可以把對面大怪幹掉的時候 然後 這時候你就可以Snap別人 那 或者說 就是當你突然變強的時候 或者是說 當你是玩個 猩猩跟這個 卡奈基的combo的時候 那你 當你要把你的 其實要把你猩猩打開 現在沒有那麼強 以前 把猩猩打開比較強 你就可以Snap 不過那是 以前是 那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當你 當你要打X教授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說 那我怎麼知道 到底他會不會打在我 X教授這一路啊 沒錯 你不知道 可是 如果說他們 就是Snap的一個點是 假設你Snap之後 或Snap前 你的勝率都是5050的話 其實你這個Snap的期望值是 就是你 你並沒有賭上 你沒有貌額外 跟承受更多風險啦 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那 X教授Snap的主要點是 一般來說 X教授你要放在 對面 不會想要打牌的地方 因為 這是X教授的基本常識嘛 因為 你X教授放在那邊 基本上 要嘛你已經贏很多 然後你不希望他在 之後回合數在那邊打牌 然後贏 不然就是 那個地方其實是 譬如說 是什麼交界處 每個人會多給一點 多給你一點能量 然後你就直接拍下去 那你就幾乎一定會贏路了 那這時候你其實就有一個 滿顯著的優勢了 那 如果你 PiX教授下去之後 你 他沒有打在那一路或幹嘛的 那 你會有顯著優勢的話 那你其實就可以 Snap 就是 基本上這是一個機率問題啦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機制 所以 我們來看我另外一副牌組 我另外一副這個 紅色毀滅 它是我上一季爬上這個 爬上去的牌組 其實我 Snap的時機點蠻長就是 當我打電光人之後 我會獲得 加一最大能量 所以四費的時候 我就可以打這個 X教授出來 那 蠻長 這時候我就會Snap 假設 因為 大家很 就是一般人不會在四費的時候 防 防你直接空降 一個X教授下來 然後 這副的特點是 當你X教授之後 你還可以用 毀滅者把你的這個電光人摧毀掉 所以你可以 解除這個 美輪只能打一張牌限制 總而言之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東西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假設你有一套 你的套路已經全部到手上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 喪氣人 我的超人 這一副 所以這一副的其中一個套路就是 當你有王 然後配上黑豹 然後再直接接這個 阿尼姆佐拉 所以這一套的做法就是 當你打王之後 然後你打黑豹 那黑豹的戰鬥力就會翻倍 然後接式觸發再一次 因為王的關係 所以他會翻倍再翻倍 所以直接變四倍 所以你只會變成一個 五十四 五十六 然後你再打 阿尼姆佐拉 然後 阿尼姆佐拉這個 接式效果一樣會觸發兩次 因為王的關係 所以阿尼姆佐拉 基本上一定會把 這個黑豹給 給 摧毀掉 然後把它複製 添加到其他區域 然後這樣就會導致黑豹 再觸發一次接式 所以他就會變 從十六 再變成三十二 再其他兩路 所以基本上這combo 就是一個 Xodia 就是絕對會贏的狀況 所以當你有這個 王加上黑豹 加上安尼姆佐拉的時候 你就也可以考慮 直接Snap對面 那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那這邊小問題是什麼 各位聰明的觀眾可能已經想到 如果他conquer你怎麼辦 所以你就要衡量你被 conquer的風險 到底是高還是低 如果說 比如說你已經看到 對面的上氣已經打掉了 或是對面的一些 其他會conquer牌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 狗狗 柯絲末 如果對面 柯絲末也已經打掉了 那你就會知道 你被conquer的風險 其實是降低的 所以你就可以更大膽 打這個combo出來 那這邊 你也可以衡量一下 比如說對面 你這一副 這個combo 另外一個潛在的東西 是女巫師 所以如果說 你被女巫師的話 你會損失慘重嗎 如果我們身體副被女巫師的話 我們其實還是有一半一半的機率 就我們的王的持續效果不觸發 那我們的 阿尼姆佐拉 其實還是有一半的機率 直接 把我們黑豹幹掉 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還是有50%的 很好的機率可以贏的 所以 這就是一個 你可以snap的地方 假設對面已經出掉一張 上氣 或是一張 克斯莫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 snap的 的 死機點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這個遊戲有一些 牌組會跟一些地點超級超級搭 像我們紅色毀滅這一副 紅色毀滅這一副其實有一個潛在的一連串的套路 我其實需要 一個持續牌 所以我原先這一副是有帶紅色毀滅加 那 這一副 一個很強的套路是他會跟 強攻堡壘搭 那 強攻 狂攻堡壘吧 狂攻堡壘的效果就是他 他會直接把這裡面的 這裡面的牌 這區域的牌 持續效果全部都乘以2 那話說他也會讓狂攻自己的 持續效果乘以2 所以他跟狂攻其實超搭 那這一副其實 他可以直接用一個區域 直接用狂攻堡壘就打贏整局 那基本上套路大概長這樣 就是我們T3直接下克斯莫在狂攻堡壘 那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要下克斯莫在狂攻堡壘 那基本上下克斯莫在狂攻堡壘的作法用途就是 他可以幾乎保證 除非在很少數的狀況下 還是有方法可以打亂這combo 不過他可以保證這combo變得很難被打亂 那所以他可以打 你打克斯莫之後接紅色王米加 那感覺並不怎麼樣 然後再接這個鋼鐵人 那接鋼鐵人的時候對面就有點警覺了 因為狂攻堡壘會讓鋼鐵人持續效果乘以2 所以他的效果會直接乘以4 所以 你假設原先已經有紅色王米加跟狗狗的話 這邊是8乘以4就直接變成32 所以基本上對面可能想說 那你就贏這個區域沒什麼 可是因為 當你在這個區域領先10點戰鬥力的時候 紅色王米加會在其他區域加4戰鬥力 然後這持續效果也可以直接被雙倍 所以他會在其他區域再 假如你在這個區域領先10點的話 在另外兩個區域又會再領先 再給8點戰鬥力 那對面也可以想說8點戰鬥力 那也還好嘛 可是當你打這個狂攻下去的時候 就是數字會直接爆掉 我知道沒有狂攻堡壘的話 這邊的他就只會再多給8點 可是 當有狂攻之後應該會變成 從8變成32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這個也會 他的效果也會翻倍 所以他會直接讓你其他牌的效果 變4倍 然後再乘2 所以變8倍 所以變8432之類的 所以當你 所以這個紅色奧米架 跟這個狂攻 他就會變成說 你原先這個地點的 戰力完全炸棚 然後他會再溢散到 旁邊兩個地方各有32點 那 當你 當你第三輪的時候 你看到你有狂攻堡壘 然後你科斯莫也安然無知的 躺在狂攻堡壘的時候 然後你手上已經有這三張 就紅色奧米架 狂體人跟狂攻壘 你就也可以Snap了 因為 對面還是有牌可以干擾 可是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張 OK 所以就 對 就大概是這樣 呵呵呵呵 那我還是可以講一下 就是 對面其實有一些牌可以干擾 那 呃 是 一些 雞八三尺牌啦 那其中一張就是這個 氣旋 可以把你 那個放的牌移到這個區域 所以 他可以干擾你的第五輪 或第六輪 放的這兩張 然後另外一張一樣是 移動相關的 就是這個萬磁王 他可以把你的三配卡 四配卡移動到這個區域 所以他可以把你的狗狗跟戰機 狗狗跟這個 紅色奧米架直接移走 所以當然你還是可以想辦法 就是用其他方法來阻止他們啦 不過 說實在會帶萬磁王跟氣旋的人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並沒有那麼多 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是三次牌 不過當然以後如果氣旋的人越來越多 或是萬磁王的人越來越多 那 你snap的時間 十幾點就要 也要跟著改變 像我這一季用這一副 其實就有點爬不上去 因為 呃 用氣旋跟萬磁王的人已經開始變蠻多了 嗯 就我的combo會被 完全打亂 所以我變成要想辦法來 康 這個氣旋跟萬磁王 或者是我自己要玩氣旋 或是萬磁王 這類的東西 好啦 那 就大概這樣 所以基本上就是幾個狀況 當你會把對面的牌很強的牌幹掉的時候 當你會直接贏下一路的時候 當你跟一些地點有超級combo的時候 你都可以考慮snap 那要snap的 呃要求其實並沒有很多 因為你如果 就算你賭上雙倍的點數 如果你認為你的勝率還有在50% 或更高的時候你就完全沒問題 所以問題是你到底要怎麼衡量你的 你要 你要有一個 心裡有感覺說到你的勝率在多少 話說你其實可以 每次進 假設你覺得你的牌組還不錯的話 你可以每輪一開始你就snap 呵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如果你牌組夠好的話 理論上你勝率就在50%以上 好啦 那 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如果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大家給個讚 看我們能突破100個讚 然後 也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你們想要看什麼 類型的影片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